当初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东方神奇 看到如今S本住的宿舍会爆哭吧 这是SM旗下盲累女团S本住的宿舍 宿舍位云汉江边上一出门就可以演餐春游 推开门率先映入眼帘里是宽敞的玄关 再往里走是一个整洁明亮的客厅 左边是收纳和更衣架 右边则摆着沙发和空调 往左边看是整洁的餐桌和厨房 镜头一转是成员们各自住的房间 其中能应和留解中一间 冬天和集解各住一间 女孩们在墙上挂着像是葵的装饰布 下方摆着古字古箱的铃声机 以及科技感十足的电脑 床头还有小女生喜欢的各种物件 每天上午她们可以下楼去汉江边上演餐 一人能干预板方便面还要加个蛋 演餐完毕后 冬天和集解窝在房间里玩积木 灵灵则在一心一意地搞创作 那就是往三部鞋里托鸦 看着梦幻元素风的鞋子 感觉一瞬间回到了当年 行星范横行校园的时代 而另一边的刘姐则出门去的健身房 咱就是说怪不得人家身材好呢 训练结束后 刘姐一个电话打给了家里的闺女们 问她们要自己带点什么银食回去 接收到指令后 刘姐一边开始给妹妹们进货 一边提前一个大西瓜 等她回到家后 ESPA全员就开始美美地品尝起了西瓜口 这日子别提有多契约了 然而当年SM的前辈们可就没有这次好运了 东方神奇有种种一个人 只能一起挤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 这边排出个不好人的气体 内边感知的一经二处 再看看XO的 这时候已经不用我夫人挤一间房了 但也比不上ESPA NCT的看上去能明显感觉到 生活水平提升了不少 但还是没有ESPA宽敞 对此我只想说 如果让当年的东方神奇 看到师妹妹如今的环境 怕少不晕在厕所 好